大家好,今天是北美时间的2024年5月26日星期天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个为什么解放军啊 他这个围台军演啊,搞了一天半就草草收场 这个事情呢,实际挺有意思 昨天我出了一期节目呢,就是聊了一些军演后啊 五毛粉红的这个反应吧 我看这个视频呢,反应还比较好 因为那个啊,也确实是五毛的心声啊 他们心里头呢,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反差 本来中共叫的那么响的一个军演 结果搞了一天多草草收场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解答这个问题 中共这个来势汹汹的军演,为什么草草收场呢 对不对,这个肯定是有原因的呀 现在网上呢,传了有几个消息 我总结了一下呢,大概是有四个方面的因素呢 促使中共这个军演呀,草草收场 那么这个网传消息啊,也是没法考证的 但是呢,我经常说啊 针对中国这些事情呢 一般都是谣言呀,就是谣谣领先的预言 况且现在的这些五毛粉红呢 在对待一些消息的时候啊 他们是抱着这样一个态度啊 我给大家来讲一下啊,挺有意思的 说是,你跟他说真话 他以为你说假话 你跟他说假话 他以为你在说笑话 你跟他说笑话 他竟然当真了 实际我们想一下啊 就是看看我们频道底下呀 平常那个五毛粉红的留言啊 这个总结的还挺准的 那么书归正传 促成他草草收场的原因呢 就是这么以下四个 可能比这更多啊 那么我总结出来的呢 就是这四个 第一个呢,我昨天已经说过了 就是他在军演的时候呀 他的一架尖六和一架轰六呢 被台湾空军的F16V呢 给锁定了 这个他们自己可能感觉到了 所以他们可能也做出判断呀 假如说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万一台湾真的打了第一枪 那怎么办 那解放军不是丢人了吗 牛皮不是吹破了吗 所以他们可能也意识到了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那么可能这个因素呢 也是促使他们 收兵的原因吧 你看啊 他搞了一天半 本来计划的都是实弹演习 结果呢 光是舰艇出动 然后飞机飞了一下 最厉害的导弹呢 连一枚都没有打 他等于说连这个计划都没有执行完 那么他肯定也是意识到的呀 我是在表演 如果对方不以为我在表演 人家来争了怎么办 万一人家争开了第一枪怎么办 这个可能促使他们改变主意 这是第一个啊 那么第二个呢 这个消息呢就是真的了 就是在这次军演中呀 解放军序列的一艘托船呢 给意外沉没了 这个原因现在没有说 但是在演习中出了这么大的事故 那么肯定得罪责任人嘛 因为在演习的过程中啊 不光是军舰呀 你后面都有补给船呀 那么这艘托船呢 可能就是中共的补给船 也许上面拉着重要的武器装备 结果这个船成了以后呢 这些东西都葬身大喊 这个啊可不是我在这胡说的啊 这可是有中共官方的报道啊 浙江海事局24日发布公告 联合启锐号在东海沉没 据有关媒体报道 联合启锐号主要担任 拖船打捞的任务 隶属福建联合海洋工程委员公司 总冬威达到4463吨 长度85公尺 船宽20公尺 23500匹马力 是超过4000吨的毛座托船 曾在多个海域完成过 工程作业任务 从船讯网提供的 卫星AIS轨迹信息显示 联合启锐号先前的目的地位 周山 事发前一直在以13节左右的速度 南下航行 但是在24日早上 7点02分左右 突然出现转向并降速 随后在8点54分左右 完全失去了AIS信号 就是这名车船啊 快速的给沉没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叫这一艘船给沉了呢 现在没有说明白 但是据媒体分析呢 这艘拖船呢 应该是在执行这次军演任务的补给工作 所以它是跟军演有关的 而且这个船是一个很大的驮船呀 超过4全吨 那么这个事故 肯定是引起了高层的注意嘛 那么是不是这个事故的出现 也导致高层呢 改变了他们原先的演习计划呢 对不对 这个也是一个问号吧 那么第三个原因呢 就说的是有鼻子有眼了 据说呢 中共的一切演习的情报呢 台湾方面全都掌握着了 包括美国跟日本 都是掌握着这个情报 而且在共享这个情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觉得在演习下去 可能有危险 也失去了恐吓台湾的作用嘛 所以改变了演习计划 草草收场 那么我们看这个媒体上面是怎么说的啊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台湾分六块团团围住 扬言进行三天军事演习 这个大家要记住啊 他先开始是准备了三天的军演 来势汹汹看上去非常惊险 赖清德总统亲自奔赴前线 是与台军一起保卫家园 结果是中国大陆宣布 一点半发导弹 然后三个小时后 台湾就宣布 中国大陆导弹发射的时间 地点 导弹型号 发射美术等具体信息 日本和美国也及时公布细节 三方打开防空系统 台湾甚至已有防空导弹就位 结果中国大陆匆匆宣布任务完成 立即收兵 中国大陆军演给了对方联合检测 防空系统的一个好机会 真要是打三天 所有的机密将暴露无遗 所以中共呢决定改变演习计划 结果就是草草收兵吧 这个啊实际也有点道理 因为按照这个文章的介绍 就是中共宣布我一年半 我要发导弹 结果呢过了三个小时 它的导弹还没有发呢 台湾日本美国呢 全都知道了它的导弹信息 而且人家部署了拦截系统 那么这个时候 中共发还是不发呢 对它来说也真是两难呀 就跟前面我说那个战斗机 那个事情一样 一旦你发了 你自己知道是演习 但是台湾美国日本 认为你是实弹偷袭 进行了拦截怎么办 而且给你全拦截下来了怎么办 这是不是打了第一枪 那么后面你中共再发不发了 这就是两难呀 所以在这种困境下 它只能草草收兵 实际啊大家想一下 这还是有点道理 那么第四个理由呢 实际就是一个总结 那么就是我们把前面三个原因 总结起来看 它本来这次军演呀 第一天的表演下来呢 它就是一个失败的 它的所有的信息呢 都被别人掌握着 而且它的一艘巨型拖船呢 也出了事故 这个也是非常打击时期的呀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一点啊 中共现在所说的胜利呢 不是它打出来的 是它靠论述出来的 它对国内呢 一定是采取欺骗的办法 比方说抗美元朝的一个战争啊 中共死伤兵力达到了一百多万 但是它对国内宣称呢 只是死了十多万 歼灭美军可有几十万 这是它的宣传 中国的老百姓咋知道呢 对不对 因为这个消息是不对称的嘛 特别是这种陆军伤亡数字 你没从考证呀 所以它说多少伤亡呢 就是多少伤亡 确实把国内的老百姓给糊弄了 另外当时这个信息的取得方式呢 也比较单一 但是现在呀 可是个互联网似的 假如说是陆地长啊 比方说它跟印度之间那个打的啊 实际中共的士兵啊 也死了不少 但是它对那呢就不说 它说死了几个 那么老百姓呢也没有办法 实际我们看到那个墓碑呀 都是四十多个人 它说呢死了几个人 对不对 所以这种路上的战争呢 它好编造这种谎言 但是海上战争呢 这就是两回事的啊 这跟空军还不一样 假如说打下来它几架飞机啊 可能这个老百姓啊 也不会知道的 但是你中共出动军舰 特别是游了航母以后 你出动航母 你中共就那么几个宝贝疙瘩 全国的军民都盯着呢 对不对 假如说你在这个海域啊 一下子全军覆没了 哪怕不全军覆没吧 你的四艘航母直接被打掉了两艘 那中共哪有面子呢 它这个谎言咋能编呢 它所论述的伟大光荣正确啊 就不存在了 所以它基于头一天的这个军演的表现啊 它就做出一个判断 就是万一这次军演呀 真出了差错 那么中共啊 真是会遇到危险 基于此呢 这个时候呀 也顾不上面子了 草草收兵而已 那么草草收兵的结果呢 就是我昨天录的那期视频说的 国内的五毛粉红呀 也是大大的不愿意 对中共呢 露出了怨毒之色呀 那么有关中共为什么错综结束军演啊 我呢 是根据我所掌握的一些信息呢 来给大家聊一聊这个事情 也许可能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吧 促使中共呀 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好吧 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聊到这 如果你喜欢江泰公频道呢 请订阅 点赞 分享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